来到第三章 雅各提出舌头的问题 所以从事念财富 试探舌头 还有信仰 他用第一章把这五个重点讲过了 第二章就讲信仰 信仰没有行为是是的 进入第三章舌头 那一个问题舌头能够制服吗 不说话就制服他 你不说话也不见得能够制服 那孔子怎么说 孔子说家我数年五十以学艺 可以无大过矣 孔子都不敢讲自己会无过 但是至好大错我应该不会犯 给我多几年的学习 人的口中有一个舌头 当人一讲话 你讲的话就把人说出来 所以有些人一开口 你就看出他是怎么样的人 那你要小心 你一讲话你就把自己暴露出来 所以什么话可以讲 什么话一句都不可以讲 什么时候可以讲什么话也是学问 什么场合 那你是政治家 你讲一句话 可能明天股票市场就翻金斗了 可能你讲的一些话又怎么样呢 那有一些人讲的话 即使你讲再多也没有什么杀伤力 因为你影响力有限 不过圣经有一句话 真言十八章二十一节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话不可以乱讲 我们都明白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怎么说呢 当我们面对台山倒海而来 四面八方的四面试探的时候 你招架不住 或者你说大祸临头 你心里面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你会讲什么话 你招架不了 你心里面的感受 发出来的话是什么 你可能第一句话 这一次惨了 保释了 注定 保释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看你很难活 因为你已经宣告不行了 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 保罗教会一个祷告 求父啊 按照他丰盛的荣耀 叫我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这个祷告很重要 但是我说很多基督徒固别 当你面对我 召架不了了 这一次啊 包死了 你的心里面告诉你啊 完蛋了 但是你要告诉 你要求神 使我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所以当我们看啊 你的舌头讲什么呢 那圣经说 舌头在白体里 是最小的 千人说大话 不过你知道 舌头有多大吗 有没有听过 人家说啊 上吊的人喔 他使得他舌头伸出来 有没有 有没有听过 相信吗 厚厚 吊死了 相信吗 相信啊 相信啊 你听过 你相信 有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 但是没有看过 你相信 听个人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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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里面这样演啊 鬼戏啊 就看到吧 那个鬼啊 我曾经经历过一个很痛心的事情 一次一个朋友打电话 不是你快点来 我的儿子上吊啊 我东西放下来就碰 碰到那家去 结果呢 那我比救伤车还快喔 哈哈哈哈 在这部落干嘛的 新加坡救伤车通常五分钟就到了 那天十多分钟都还没到 结果我到的时候啊 救伤车还没到喔 那我一看喔 老实说啊 我看过很多死人了 吓人 吓坏了 原来是真的啊 他的舌头伸到他的颈项那边 而且因为缺氧喔 整个是黑色的 你去的时候还没把他放下来啊 那个妈妈很勇敢 妈妈把他解下来 这样救伤车就到了 然后其他亲友感到 我叫他们你们不要看 你们不要看 因为你留下这个阴影啊 我跟妈妈看了就好了 真的是 所以我明白喔 舌头啊 白体中最小 但是其实喔 舌头能够讲大话 这个大小啊 你怎么样去分辨啊 这个对比啊 但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啊 雅各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人做师父 因为小的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原来我们在许多世上都有过世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世 他就是完全人 这个多人做师父是啥意思啊 多人真的是什么 很简单喔 就字面的意思 雅各说不要太多人做师父 今天谁可以做师父 谁应该做师父 如果很多人都来做师父 会又怎么样呢 我看喔 不是每个人能够做老师的 我总觉得教导是一个恩赐 你如果没有这个恩赐啊 你去教 你可能很苦啊 也很可能你无人之地啊 但是如果你会教的话喔 你发人生生 你能够造就人 帮助人 那雅各在这里说 不要多人做师父 到底他是什么意思呢 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 在提摩太前书 他说有一些人想要做教法师 特别教律法 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很多 保罗说有一些人想要做教法师 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 所论定的 就糟糕了 老师说 今天教会好多这种人 不知所应 所以你在旁 你两个牧师就够了 到处请来的人断脚 东拉西扯喔 我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我们有这些痛苦的地方 那谁可以做师父呢 那雅各讲得很清楚喔 这一些人做师父 他要受更重的审判 因为你要对你所讲的负责 那当我们看这些啊 我佩服以色拉 以色拉所讲的是我的座右铭 在以色拉记七章十节啊 以色拉定制 考究 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绿绿典章 教训以色列人 你怎么样才有资格教训人呢 你必须先去研究啊 你研究之前你要立志啊 我要立志 考究 你不是考究了喔 叫别人做你自己不做 你自己先遵行 然后你才有资格去教训人 所以以色拉的这四个步骤 定制 考究 遵行 教训 我说是我的作用 我不可能教你一些啊 我自己不做 在我生命中啊 有一些人我蛮佩服的 我认识一个人喔 他是一个老板 搬定公司的老板 他说任何种东西我都搬过 如果我没有搬过 我不会叫我的工人去搬 我自己第一个要搬 你身作者 每一样东西 己所不欲不施已啊 所以当你看喔 如果你说我叫工人去做 但是我自己就不会 然后工人搞砸了 你骂他 我现在这个太不公平了 你必须给明确的指示 但是今天呢 很多人要做师父 那雅各就说不要多人做师父 那这个师父 或者说教师 英文圣经直接翻译成教师 提借 那是初期教会重要的人物 圣经多次的提到一些人呢 像保罗巴拿巴 甚至也提到有恩赐的教师 也提到女教师百居拉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喔 每个信徒本该做师父啊 那不要多人做师父 是不是有一些冲突呢 不是的 我们不同的职份喔 好像我坐在这里 我对你们来讲课 我是一个老师 你们对着一群学生 你们是老师的 还有呢 如果有人 吃了一道菜 哇很好吃耶 谁煮的啊 有某人煮的 你就请教他 你怎么煮的这么好吃啊 他就教你 他也是老师啊 不过他不是在课堂的样式喔 我开个班来教 随时啊 我给你两三个点子 他也算是一种老师啊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 一个人 似乎不小心 拉他一把 小心啊 车来啊 你也在教他啊 但是你不是开一个过马路训练班 完全不是 所以在我们生活的圈子里面 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扮演老师 诶 靠之为之耶 这样子很好耶 诶 这个你可以学一下喔 你在教耶 但是 雅各在这里讲的喔 应该是 不是一般啊 弟兄 之间彼此的欠见 彼此的 教导的这些 因为雅各说 你要面对更重的审判 教师啊 是被肯定的指纹 必须很谨慎的领选 你们也面对严重的警告 所以当第三章讲舌头的时候啊 雅各的出发点很特别 他说舌头可以送战神教导弟兄 也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更何况人原本就不完全了 在不完全的情况之下 你讲话 你可能喔 伤了人了 以弗所书第六章 讲到属灵的征战 也讲到征战的武器 其中特别提到啊 拿着信德当做藤牌 可以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 在这里喔 火箭是什么 是绑了一个火把射出去的箭吗 或者是神舟七号 还是九号了吧 这个火箭啊 在保罗的时代 应该是指着一个速度快 杀伤力高的武器 是一个形容 但是你想喔 什么武器是最快的 而且杀伤力很大 火箭 原子弹 保罗时代没有原子弹 舌头 舌头 你一句话出去喔 你可以害死很多人 所以呢 你要怎么样抵挡这个火箭 用信德做藤牌 这个冰来降挡啊 水来吐烟 是以柔克刚 你一句来 我一句回去火箭包包 你一句来 我用信德挡回去 我也经历啊 另外一次喔 很痛苦的经历 也是一个会员打电话来 我说不是你快点来啊 我的儿子死了 我说你儿子这么年轻怎么死了 你不要问你快快来 我去到那边喔 跳楼 亲子在那边大哭啊 我说什么事情 刚才我们吵架 吵什么 我也不记得了 但是你一句我一句啊 我说你去死啦 他说我死给你看走出去就跳下去 十八楼了耶 哎 我整个人傻掉了 你叫我怎么主持这个葬礼 我要讲什么道啊 你一句来我一句去喔 这个太可怕了 舌头啊 你就死了 我死给你看了 就这样完了 一条命耶 孩子还抱在手上 干嘛呢 我真的傻眼啊 但是人生耶 规矩啦 我说喔 但是舌头带来的 那一种 祸害啊 雅各用三副字图来形容 所以我们说过 雅各是文字的艺术家 他以文绘图啊 所以这个图怎么画出来呢 他说马嘴里面的绝环啊 马嘴里面一个小绝环 叫马顺福 就能够调动全身耶 我曾经到蒙古的大草原啊 看到所谓的高头大马 这边的马啊 小小屁啊 那边真的高头大马 我骑上去的时候 一个感觉喔 就像好像啊 坐在一个很稳固的背 他的背啊 稳得不得了啊 原来这么壮的感觉喔 但是喔 这么大屁的马啊 人喔 跟他装一个绝环 小小的喔 你就可以告诉他 转右 左转 停 他全身被你控制了 所以我们人喔 一个人这么大 你的舌头能够热住吗 你可以操控你全身 带一个绝环 带一个绝环 圣经的绝环 圣经的绝环 所以第一幅图啊 你看马 你可以想象 你们应该看过马 骑过马吧 一个绝环喔 叫马顺服 调动全身 所以你要叫你的舌头顺服 你要怎么样 叫他顺服 调动全身 然后大船里的小舵 然后大船里的小舵 船字多大 被大风吹壁 哇 你可以想象喔 所以我觉得雅各的以文绘图啊 很精彩 所以你读圣经要想象 才会精彩起来 那小小的舵随意转动 小小的舌头能讲大话 那我去看喔 这个舵 还有呢 这个比例啊 我找不到 我去谷歌一下 舵跟船的比例 但是我相信喔 很小啦 这个舵喔 应该不到整只船的一个百分点 对 但是他能够推动整只船的 加上一个板在那边喔 他就可以转左转右了 所以掌控的啊 掌舵的 他只要在那边掌控 整只船 他听命 那现在呢 我们整一个身体喔 他听命于谁 你的舌头 身体听命于舌头 那么你讲什么 你想什么 你就说出来 嘴巴报告 就 把你的生命啊 暴露出来了 那第三幅图喔 树林中的小火 我看几乎每个 每一种语言啊 都有这样的一句话 心心之火啊 舌头就是火啊 火能点燃最大的生命 舌头也一样 舌头是个罪恶的事件 人污秽全身 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 没有人能自负 我有一次啊 从墨尔本起飞 要回来新加坡 一起飞不久啊 这个飞机师就报告 你们往下面看喔 森林野火啊 那个时候 黄昏了 大概五六点 天还没有暗 你就看到很多烟 然后天就暗了 你就看到火点了 红红 你知道飞机飞 一个小时飞多少里吗 上千吗 超音速飞机喔 声音的速度多少 340 340啊 340肯定吧 我以为是500耶 等一下去谷歌一下 音速 然后 50年前啊 飞机就已经是超音速飞机 它比升力太快了 现在多数的飞机啊 平均时速700到800 但是A380啊 1000 它可以走到 飞到超过1000 那这架飞机啊 飞了一个小时 往下看啊 还看到火点 哇 你看它范围多大 这架澳洲很大 飞机飞了一个小时 看下去 还是红红的 天津暗亮 哇 我了解这个 哨问 别人最大的树林 那好可怕 你几乎没有办法去撲救了 不可怕 哇 太可怕 那我们也时常看见喔 这种森林大火 圣经形容啊 舌头就是火啊 又要去点火啊 所以你从这三部图喔 形容舌头的字图来 进一步思想啊 舌头讲的三种话 当一讲话 首先是个人讲话 一个人一讲话 你会面对种种的试探 你要注意 第一 你讲太快了 第二喔 你讲大话 第三啊 你讲不好的 做主的话 那怎么办呢 还有你一个人讲话 如果你对一个人讲 那杀伤力还有限的 一对一眼 但是很可能你一个人啊 对全体讲话 那不得了 当人一讲话 可能影响全身 所以如果一个人啊 在教会里面讲话 或者他是 像社会讲话 特别现在的传媒 你一讲 明天全新加坡的报纸 全世界的报纸都知道了 所以呢 一个人讲话 你的全身啊 被调动 这个全身可能不只是你的身体 整个团体 那那不得了 如果你说整个团体 是整个教会 整个世界 整个国家 那不得了 那你要怎么样 乐住全身 调动全身 忽然 污秽全身 所以雅各在分析的时候 你进一层想 我们都知道 祸从口处 我们都知道 一言即触 四马难追 不要讲四马 你要我们CD都追不了 那怎么办 但是我们还是很多时候啊 讲太判 讲大话 讲不应该讲的 然后你后悔 所以有些人 想做教法师 不明白自己所讲的 当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 他说 有些人偏离这些 那这些是什么 如果你往前看一点 这些是清洁的心 不愧的良心 无为的信心 如果你偏离了这些 然后你讲的 对不起 很可能就是虚佛的 或者言过其实 你不明白自己讲的 自己所想说的 所论定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 智慧人 特别像全体讲话 教会像一支船 当时保罗所乘的船 你知道有多大吗 他可以坐276人 这支船肯定不小 长江三峡的那些轮船 载游客的 180个人而已 那当然现在有些豪华游艇 可以坐10千人 谢谢 现在呢 你看保罗时代 保罗做船 他的船沉了 船上有276人 但是呢 在风浪中 这一条船 有一个人长多而已 太多人帮不上船 就是这个人长 左转右转 向前 加速 慢 调整 我很会划 独木舟 独木舟如果风浪来 你不能够 横面对它的 你必须船头对风浪的 所以浪来 那么你就上去 拿下来没事的 如果你旁边你就翻了 所以长多的很重要的 那很有趣的 在希腊文的原文 长多原文跟教师跟传主 同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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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长多的在那边 他控制整个字 老师 你控制整个 整班 所以有人这么说 孩子小的时候 妈妈说 以后他来了 拖了手又支援了 老师说 老师说了算数 你们很重要的 对 你真的影响 他回去 他不听妈妈了 所以千万不要乱说 你要支持妈妈 你不要把 让他以为 妈妈很落伍的 他不会用手机的 他不懂电脑 他不像老师 他心目中 地位完全不同 以后他少年人 他听同伴 他不听父母 他也不听老师 他同伴讲什么 他跟什么 对 那我们要从他小建立 你应该听谁 听神 你听神 但是神有一些抽象 你叫他读圣经 他怎么样 从圣经转成 是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对 那也要一番的 学问 要弄好了之后 对 那么你要一段的时间 那些礼物 但是当你说 我们现在讲对象 你一个人讲 你可能对一个人讲 跟两三个人讲 跟全体讲 那种果效 或者杀伤力 严重 你要很小心 不过转过来 我们向神说话 你祷告的 就向他说 你赞美敬拜他说 就向他说 那雅各就让我们看见 用舌头送赞 为主为父 但是我们用同一个舌头 咒诅 人 咒诅 人 人 人是谁造的 神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 有时我们骂人 那种 猪 你不只是骂他 你同时也骂造他的神 这个就严重了 那送赞和咒诅 怎么会从一个口里出来呢 我有一次去探访我一个会友 我去他的做生意的地方 他生意做得很大 而且年少得志 三十岁不到就赚了第一桶金 所以讲话 口气太大了 口气太大了 我还没有到啊 我就听到 他在骂他的经理 你这个猪脑 我一出现 他好像转播道 不是请坐 出去 说经理你回来 回来 说你跟他抱歉 抱歉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听到你骂他猪脑 他不是猪 他是神按照他的形象 样式被造 道歉 感谢主他听我 经理对不起 我别人在讲话 以后这个经理成为 帮他赚最多钱的人 所以感谢神 你骂这个人 你骂谁 其实到最后 你也侮辱你自己 你更是骂 造他的神 那你这位神 是你所敬奉 所颂赞的神 你很矛盾 你怎么搞的 那有一点题外话 神赐我们一个恩赐 圣灵赐我们恩赐 是讲方言 但是有一些教会 对讲方言的教导 有一些偏差 有一些教会 根本不教导 那为什么要讲方言呢 哥林多前书 十四章第二节说 说方言 语言不是对人说 乃是对神说 这个重点要搞清楚 这个重点要搞清楚 那我们对人说 我看你不会对墙壁说吧 那有点问题 你对人说 你会用人听得懂的话说 不然你就白说 但是当你对神说 你不需要用我听得懂的 因为你是对神说 我听不懂 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无所谓 因为你是对神说 那当你对神说的时候 你就不会用我曾经用过骂人的话 去对神说 因为你自己都不懂你在讲什么 所以方言有这个妙处 所以如果你是用方言 对神说 送赞他 怎么可能带来纷争和老乱 但是问题就是有人 不了解这些 所以你讲回来 当我们用口 舌头说话 我们可以说 造就人的好话 我们也可能说 骂人的不好的话 粗话 骗话 咒诅的话 我们用同样的口和舌头 来对神说 雅各又来会土了 他说全员不可能从一个眼里 发出甜苦两样的水 甜就甜苦就苦 舌头啊 你不当送赞主 又造咒主造神 形象被造的人 所以当你看这个舌头啊 它可以发出很大的威力 那雅各呢 又从另外一个角度 他说无花果树不能生橄榄 葡萄树不能接无花果 各种其类 我们很清楚的 这个是无花果 它不可能生橄榄的 大处 是 感谢观看